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个未变 大殿下没变 我等岂敢变 只是眼瞅着锤锤劳矣 我们劳矣不可怕 可怕的是虎视眈眈者已然意气风发 我三弟少年壮志出手不凡呢 十六年来头一回 小爷拿了圣旨偷偷出宫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这个三弟做事总是这样出人意表吗 头一回寻常日子不是读书 便是在后院做木工 做木工 从小没娘的孩子总是孤独了一些 还是几年前的事情 他要我给他腾出一间公室做工房 从此以后便终日在里头鼓鼓叨叨 竟是比同陛下在一起的时辰还多 一个人 一个人呢 那就杀了他 却又何难 自己人呢 刀来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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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刀来 载 I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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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只是块行尸走肉 您让这样的身子去铤而走险 大爷您也心疼 喂公公 来来来 坐坐坐 我不会让您老人家涉险的 多谢大爷 钱大人 你不会也来个痛说往事吧 在大殿下面前 卑职与卫公公 都是奴才 但奴才他就是再卑贱 他也要看他伺候的那个主子 职还是不职 职吗 当年京城一别 大殿下远赴江南 就此阴信皆无 士达心急如焚 却又不敢轻举妄动 唯恐稍不周全 为大殿下 在天烦恼 于是乎十几年翘首以待 适者如死 每每每想来心下茫然 颇有些 遭遗弃之感 如今大殿下 重返顾礼 担当 定下大计 使得 忠心不二 赴汤蹈火 再所不辞 这么说 你伺候的主子 还是值的 没有比这个更值的 大爷一回来 奴才就有了 主心骨 我知道你们要什么 你们也该知道我要什么 你们要的我给了 我要的 你们也定然不会吝啬 事情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 宫里头也并非不能下手 可总要有个万全之策 大殿下 能否 再给卑职一点时间 就在父皇策立太子之前 我要我脚下 再没有绊脚的石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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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陛下 杨莲啊 你看 朕得换双鞋吧 你看看 秦云草民不一 来伺候陛下 杨莲啊 你看这孩子 这是微臣任养的孙子 脚羊不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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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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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的三皇儿你见到了吧 三殿下美如冠玉 仪表堂堂 朕 朕没问他的相貌 臣仅仅见过两次 看得出三殿下 抵结力行才得兼备啊 十六年了 有些事情你也该想明白了吧 臣忠入三性无神 可有些事情已是大明体律 却用不着想 臣但求大公无私 找办就是了 就是说你还是不赞成朕 有些事情臣是否反成并不重要 可是朕认为很重要 臣受宠若惊 朕立处之势 你屡次为拗朕义 还有你那些东林党人 也是言之汹涌 以护持国本为由 与朕作对 朕真是感到头疼啊 朕忍了你可这为何啊 请陛下 请陛下明言 因为你忠诚 再朝再也 居国上下 无不忠诚陛下 这骗不了朕 百姓对朕忠心 因为朕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官吏对朕三呼万岁 因为他们怕朕 朕是他们的老虎 还有锦衣卫 他们忠于朕 他们不能不忠 因为他们是为朕看家护院的家奴 所以立处之势 他们是否赞成朕不稀罕 朕要的是无私无为 真正忠于朕的臣子 赞成朕 我说 你消停点好不好 做什么 当了锦衣卫 就了不起了 前院龙吼 后院狮子好 三殿下 我不是说了吗 这没外人 你要再这么叫我的话 我就跟你绝交 遵命 三殿下 我是想问问 陛下想要哪个儿子当皇帝 定要征询大臣的意见吗 这原本是家事 可你的祖父不是一般的大臣 他若是不同意 父皇很难下决心 我贞成你当皇帝 嗨 你赞成管个屁用 多谢金之妹子 可我不想当着皇帝 为何不愿意啊 皇帝有三宫六院 太累了 难道 这凤圣夫人 也是你父皇的嫔妃 凤圣夫人 原本是游孝的奶娘 你还在吃奶 别说了 凤圣夫人 就是凤圣夫人 离转发生了 鲁九州 不愿意 都有 老朵 我们可能也有 空 下 一 凤圣夫人 我 臣想象不出 臣的鱼梗 竟能让陛下如此动气 你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咱们说点别的 请陛下开个头 朕要你说 你 终于 冰险 三冬 三冰 三冰 第五 主 ح 第二 第二 第三 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叔耕赌白头偕老 燃起深爱之人一去不凡 卑职好友 以为他死了 女人一走 便是水中月 静中化 杨将军可转告你那位好友 权当的女人已经死了 便就是了 可悲之好友执拗异常 定要寻出的究竟 夫人但有所知 请明事一二 杨将军太客气了 贔 frontal 参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破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职员 是 和声 真爱 参加 做木工伙计 他最近 做的是一张龙床保年 你没听说过吧 没有 朕到他的工房看过 他做了 这么大一张床 还带着两个 这么大的轱辘 你说那是床吗 朕的腿脚步灵变了 小伙儿说 日后就让朕 躺在那床脸之上 推着朕去巡视天下 你说这成何体统 亏他想得出来 三殿下一片小心 真是难得 难得呀 妻儿见儿 从未如此尽孝于朕哪 陛下 也该给他们尽孝的机会 你的意思是 儿子不孝 反倒是父亲的错 二殿下 关在宗人府 他又如何尽孝呢 胡说 朕早就不关他了 是他自己愿意 住在宗人府 说那里清静 朕要他出来住 他根本就不听朕的话 这这 陛下 陛下请坐 陛下 国本国本 原本是不争之志 陛下定要更仗 为臣子的 陛下说什么 就答应什么也就是 这么说 你赞成真 臣从此不置可否 陈末 陛下假释 臣原本就不该多嘴 那朕若是一定要你说呢 臣还是只有陈末 陈末 陈末 后今的努尔哈赤 饶我边关 朕要清国力机制 你陈末 那就是赞成努尔哈赤 清饶我大明 此事 臣绝不会陈末 陈末就是叛逆 是 那 那你为什么还要沉默 此一事 并非彼一事 朕又是不准你沉默呢 陛下万能之君 唯一此小事 陛下恐怕不能 朕把你们全都打入 锦衣为诏狱 还怕撬不开你们的嘴 你看如何 陛下 若是唯用谄媚小人 让杨连 老死在江南也就是了 却又何必召唤回来 惹陛下生气呢 吾 吾 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下 陛下 阳光雨露 陈宅蓬毕神辉 请陛下 再陈设用膳 太阳就要下山了 明日还会升旗 所以是万岁 是 可朕这个万岁 管个屁用啊 陈宗蓬毕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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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之后 将军下 陈宗蓬毕神辉 将军下 放个屁也得有人回应 风向陈宫 严 敬毕神辉 宫辉 李宗蓬毕神辉 古宫敬毕神辉 毕神辉 公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六年前如是 十六年后亦如是 杨大人 你说呢 老臣岂不知陛下心意 然老臣若是口不应心 便是欺君之罪 杨大人光明磊落 今日严禁如此 有效便表个心计 陛下 奴才扶你上车 陛下 我们起剑拔 用不着你来讨巧 陛下 陛下 让臣妾借你一笔之力如何 来 来呀 好 陛下 这比陛下与臣妾的龙床如何 比龙床柔软得多 陛下 知道就好 知道就好 陛下知道就好 哎 所以公公我也是措手不及啊 即至陛下忽然不见了 尚不知何往 依我之见 被点查出 父皇等不及了 是 大殿下是说立储之事 我三弟一定年长 父皇把我召回京师 就为这个 杨连势头降虑 小恩小惠 想让他就范 他也不容易啊 父皇老了 即使开了头 恐怕 亦是承诛在凶 钱大人 你如何看 二殿下生母 涉案陷害郑贵妃和三殿下 杨连等坚持立敌 陛下也绝不会允许 所以 所以绊脚师只有一个 就是我三弟 我三弟 他以前不作人 是不是 词文字幕 我们的欧阳 找人 帮助 他是 它 帮助 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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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闯恭敬 杨天使 你不要命了 宫墙之上 风吹草动 卑职孔有不测之事发生 只好闯公 杨将军整个亲家草木皆兵 却是锦衣卫所当为 请杨将军跟我来 去哪里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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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